我帮你打扮得漂亮一点 这样客人才会喜欢你 这样就行了 你先出去 琴棋书画样样都行 又何必作践自己呢 说实在话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看你的气质 应该是大家闺秀吧 家父 因为生意失败 又忧郁得了病 连抓药的钱都没有 所以 为了这点小钱下海 划得来吗 我这儿有一张银票 你拿去 别回来了 姑娘 叫我雁平 雁平 雁平 其实 长平难过 我 这种地方不是你待的 进了容易 出去难呢 除非是走投无路 要不然 没有必要糟蹋自己啊 哦 谢谢你的好意 雁平 我最后还是决意要留下来 菊平 菊平 菊平啊 你看看 这衣服多漂亮 你试穿一下 要是不合适啊 我派人去给你改 你先考虑一下 有事再找我 谢谢你 你先走了 怎么样 挺好看的 我听说 有个叫孙大帅的 是不是最近要来这儿啊 你的消息可真灵通 没错 张老爷子啊 包下这儿 就是招待孙大帅的 我准备让你啊 来招呼他 是吗 说不定啊 孙大帅会看上你 收你做姨太太 那你就一步登天了 一辈子都不用愁了 玉娘 孙大帅 常大常三藤来吗 从来没来过呀 这是第一次 你瞧 第一次就让你碰上了 你可真幸运 来 俊平啊 那这两百块钱 是你的卖身钱 你就在这个卖身器上 打个手印就行了 卖身器 玉娘 我想回家一趟看看我爹 我这事回来再说行吗 那 那你可要快去快回呀 好 可不能不回来呀 大姐 一大早你去哪儿了 忠诚跟丹丹出去找你啊 你没事吧 有什么事啊 我们一起解决 白鹿我没事的 你好好保重 你好好保重 还有好好照顾忠诚跟丹丹他们 这什么意思 他们还年轻不懂事 什么事啊 没事 我只是有点担心你们 请喝杯茶再讲 嗯 来生 我们还是姐妹 爹 我答应过你 我就做到了 你再听这灵就看着办吧 看着我杀了孙孝丘 干爹 如果您再听有灵 请你帮我劝劝大姐 别让他这么胡闹 你说什么 我这是胡闹吗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爹的灵堂上 发过誓的 这个我当然记得 可是你不能一个人去 还有我终成丹丹 我们到上海 不是要看这个世界的 我们也想杀孙孝丘的 我知道 可是今天是个机会 人多了必来坏事 那是个什么机会 你可以告诉我吗 孙孝丘 今天晚上 要来长三堂喝花酒 我已经进了这家堂子 人家答应我 今天晚上 让我来招呼他 可是我们请了杀手王 我们也花了很多钱 为什么你还要冒这个险 还有马云 他不是已经计划去杀孙孝丘吗 马大哥已经那么多天 没有消息了 我们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你到底去什么地方 什么堂子 你别问了 反正无论如何 我会有消息的 你好好照顾忠诚和丹丹他们 别让他们乱跑 我要有结果的话 一定会来找你 大姐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 你叫我去哪里收尸 白龙 大姐 你放心吧 大姐没事的 大姐 大姐 等一等 快点 大姐 麻烦你再跑快点 快点 大姐不要走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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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 大姐 大姐 走呢 你看 煮熟的鸭子飞了 别担心玉娘 待会儿孙大帅来了 就让我来吧 你 快点快点 准备准备呀 好好好 我的姑奶奶 谢你观音哪 你总算是回来了 刚才张老爷子都打电话了 我说我给她准备了一个才女 你要是不回来啊 我可就完了 瞧你说的 我怎么会不回来呢 回来就好 快点梳妆打呗 好了 好了 准备准备啊 待会儿笑得好看一点啊 好 来来来 对 这样就对了 让她的同意 她的婚业 知道 它会有婚姻 她的婚姻 并不接着 那儿 她们也在婚姻 我也把她喝掉 她们都在婚姻 这不涨 她们的婚姻 她们也在婚姻 她们在婚姻 一家的婚姻 了 我都在一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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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